四年后,杨廷河被定为大礼仪事件罪魁,被消职为名,一年后变故于新都。 多年后,嘉靖曾无意问及当时的大学士李时太仓里积蓄有多少。 李时回答说,还可以用上几年,这是由于陛下初年几位照封,才捡多余人缘换来的。 嘉靖廷后感慨道,这是杨廷河的母义,是不如往上的。 后来,嘉靖驱逝,他的儿子龙靖皇帝接下来,才将杨廷河赴官邸四季四大,命有私至葬,追赠太保,示好关中。 嘉靖皇帝在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中颇有作为,以不应许守将的革新精神, 开创的中心局面,出现了国家繁荣的局面,但后来因此离弃方术,最终,那个以孝著称的他,最后却因为道是一句,二人不能相见的话,不敢与亲生儿子相见,父子之情有若虚,令人唏嘘。